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的千年文明 也是国家图书馆百年不变的情怀 武术是中国的传统记忆 很早就有相关的文字技术 数千年来中国武术承载着狭义之道 诞生了许多传说中令人向往的功夫传奇 在武侠小说里 为了一本记载有武功绝技的秘籍 展开殊死搏斗的事情也屡见不见 那么在现实世界中 有没有这样一本记录各种武功技巧的书呢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收藏当中 就有这么一本古代的武术经典 它就是明代武术名家 承冲斗边转的庚与圣记 庚与圣记这个名字呢 听起来像是在说农业耕种的事情 但事实上它讲的是棍 枪 刀 弩 这四种武器的制作与记忆 是我们研究古代武术史的一本重要著作 庚与圣记 由明代武术名家承冲斗编撰完成 全书包括少林棍法产宗三卷 长枪法选一卷 单刀法选一卷 绝章心法一卷 分别讲述棍 枪 刀 弩 四种武器的制作与记忆 关于书名的起源 作者在序言中交代 此于草莽之臣耕于所得 所以书名为耕于圣记 成冲斗自松油 安徽修宁人 虽出身于京商世家 却无异于山谷之道 少年时代便武枪弄望 史书记载 他为求真意 繁文名师 不远千里 匣子网而求之 也就是说 成冲斗遍寻名师 不管路途多么遥远 也要不辞劳苦地前去拜师 一次偶然的机会 成冲斗受父亲嘱托 前往京城运货 途经武林圣地少林寺时 看到僧人们各个武功高强 不仅心生羡慕 当下便留下来拜师学艺了 在少林寺期间 成冲斗跟随武术高僧洪记 洪转法师学习棍法 十年后 终于得到少林棍法的真传 此后 成冲斗闯荡江湖 以少林白眉棍法 持名武林 后又拜河南李克复为师 学到了一身精妙枪法 成为武林中枪棍巨精的武林名甲 成冲斗擅长使用多种兵器 除枪棍之外 其单刀技艺也非常精湛 他便学武林刀枪棍朱器皆精 且能融会贯通 推陈初心 因而拙然成家 被族人程伯成玉伯 起击刺时 随山崩潮击 为族预期永远 成冲斗一生浪迹江湖 晚年回到故乡交客授意 并组织子弟兵护卫乡礼 保家乡修宁一带太平安宁 无道无贼 被当地县令侯安国称赞道 终有所写子弟兵 虽不及数十人 然可当数千人之用 明天启元年 也就是公元1621年 成冲斗完成了庚余圣祭一书 十年六十岁 庚余圣祭是继契技光的 绩效新书之后 又一部较为完备的武术专注 对后世的武术发展影响极大 其中的长枪法选 更成为了研究少林枪法的宝贵资料 那么在庚余圣祭这本武术经典里 都记载了哪些武功秘诀呢 少林武僧擅长用棍 世人皆知 以致沿少林武术 必称少林棍法 在少林寺白衣殿的东壁上 有两幅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清代壁画 画中描述的就是少林武僧用棍 救出唐王李世民的故事 当年途经少林寺的城冲斗 看到少林武僧各个棍法精妙 当即决定留下学艺 可见少林棍法魅力之大 少林棍法产宗 便是城冲斗根据当年的师僧口寿心智 撰写而成 少林棍法产宗共分三卷 书中不仅为各路棍法立有棍谱 并且会有路线示意图 同时服以口诀 图文并茂 是迄今美尺最早的棍法路线示意图 不仅如此 书中还最早提出了棍路的说法 如棍船六路 大叶叉亦有六路 这里的路类似于今天的段 这一说法的提出 使得传统武术棍法的体系更加完善 武林中向来有南拳北腿东腔西棍之称 据专家考证 城冲斗在少林棍法产宗中讲到的棍式五十五图 其实就是号称西北四大名棍之首的天祈棍 现在西北咱们有个叫南拳北腿东腔西棍 西棍里面就是西北棍里面有四大名棍 四大名棍之首就是天祈棍 它的天祈棍这个天祈的名字 就是来源于更于盛纪的天祈年间 少林寺在棍法的基础上 吸收各家枪法之精华 融会贯通 创出以枪为主 兼用棍法 枪棍合一 风格独特的少林枪法 少林寺的第一代枪法 便是少林寺五僧 洪转大师所创的梦绿堂枪法 而洪转大师正是程冲斗的师父 程冲斗在师父的梦绿堂枪法的基础上 推陈出新 创制了程冲斗枪法 此后 程冲斗枪法与师父的梦绿堂枪法 共同组成了少林寺的枪法体系 长枪法选券中 程冲斗在继承梦绿堂枪法的基础上 突出了以力度渐长的大风 大批和猛崩硬扎的特点 从而使力度与技巧 有机的融为一体 提高了少林枪法的整体威力和实用价值 出师少林寺之后 程冲斗曾拜河南李克福学习枪法 所以程冲斗枪法也兼容了河南李克福的河南枪法 书中对河南枪法的器械 特点 内容等 都做了详尽的描述 另一卷《单刀法选》 是程冲斗根据浙江窝刀名师 刘云峰的传授 撰起而成 因师父所受 有事有法而无名 为使习者溢于技艺 程冲斗 一事取向 你其名 不仅为刘云峰的单刀法拟名 绘图 还配以动作说明 编制了演练套路 并提出了分解演技的思想 单刀法选所技术的窝刀技法 也就是双手用一刀 因源自日本 所以称窝刀技法 但据专家考证 这种双手用一刀的刀法 早在中国古代 就已经存在 最早的一个双手 咱们国家的双手剑突破 是出在毛岩义里面的 它武备制里面 它叫朝鲜事法 现在就考虑当时的 社会文化背景 朝鲜的事法 肯定是受到了大陆的影响 受到中国的剑的影响 然后现在就是有一个推测 就是日本的这个双手剑刀法 是中国通过朝鲜半岛 然后传到日本去的 然后到了宋代以后呢 就是这个日本的制刀 它的制刀的工艺 就是已经很厉害了 然后呢 它这个技术也很优良 然后它又呢 又回传到中国 尤其是明代倭寇的时候 这时候就引起 中国武术家的一些重视 这时候就开始有人学 有人练 甚至有人来试图来融合 这个中国的刀 和日本的刀 把它融合在一块 更于圣迹 说法 图示 并行 前者讲述要领 后者展示身形 描绘器物 二者相辅相成 如半马步 双手压棍的 二郎单山 工步碑棍 一手前挡的霸王上工等 各个招式的图籍 无步形象生动 犹如套路图谱 非常明晰地展示出 各个招式的相互衔接 和整体路线 从中既可看到 成冲斗 精湛的技艺 也反映出 尖重工房 与套路演练 讲求多种武器 配合使用的思想 除了各种兵器技法 耕于圣迹 还记录了一种 效力强大 便于携带的 新型弩机的制作方法 在《绝章心法》卷中 不仅详细说明了 这种弩的构建形状 制作方法 使用方法 还绘制了弩机全图 并展示出 霞 钩 波机等 重要构建的散图 甚至有关于尺寸 制作的详细说明 以至于 世书一出 以志气者尚其用 以用辩者尚其言 很快在民间流传开来 更于圣迹 问世二十三年之后 清军入关 明朝灭亡 幸而 中华文明代代相传 这本记载了 承冲斗一生心血的武术经典 历经数百年的沧桑 如今静静地 躺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里 作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它被精心地 保护和收藏了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翻开百年的历史划卷 踏上千年的谈寻之旅 百年国土 古老殿藏 人文光辉 作词 李宗宗宇 宗宗宗宇 李宗宗宗宇